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講題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想 因為那時候其實還沒有實際真的寫 那時候我心裡就想 200行以內應該可以吧 結果就因為這禮拜要做投影片嘛 結果我就不曉得再重點一下 發現100行以內就搞定了 對 所以今天其實要跟大家講說 我們今天會講Meeting as a framework 可是真的蠻簡單的 那這是我得自我介紹 那我是Andy 那其實雖然說我今天投的稿是投javascript.ru的社群 但其實我平常都是在Pycon台灣還有一些Python的社群那個工作 那另外就是如果 因為這邊可能前端的公司比較多 那我們有經營一個共比部落格叫iCoding 那我本身也是其中的作者之一 那大家如果還沒有加入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那基本上我平常都是寫Python 那所以如果等一下在javascript 大家看過覺得不太對的地方 那都歡迎直接來打獵 那那個首先Tradle剛剛主持人已經有再來介紹一下 它是一個可以做Project Management的Tool 然後它裡面最好我覺得它跟以往的App做的最大不同 在於它其實是個RealTime的Web App 那什麼叫RealTime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邊我們左邊跟右邊是兩個不同的Browser 那它RealTime就是像我假如在左邊這邊 在右邊這邊我把它上面的Beast做一個移動 然後就會看到左邊它就即刻做反應 所以它就是這個就是跟以往我們在做Web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就是當你的同伴在你一邊的Tradle它修改列容的時候 你同時也可以馬上看到 那如果想要做一個RealTime的Web App 就是今天你的老闆看到就覺得 Tradle超棒 那我們就來追用一個吧 那該怎麼辦 那這個是根據Tradle他們剛做出來的時候 就是講說他們用哪些Tradle 就是他們用哪些技術 那首先前面要用Debomb.js 然後用HTML pushState 然後用Masbeck template 然後用SakiIO WebSaki 然後Adress做Poly 然後後段用Node.js 還有MangoDB 那相信這邊一般就是可能很多 有前段通證師或是後段通證師 看到這一堆東西要學應該都封掉 對 那所以 那 那個我就是看了這Tradle 然後因為我們自己本身都有在用 那剛做定這個題目就是我們 公司內部Tradle又有蠻輕的 所以我想會也來Chrome一個吧 那 這邊有一個小的demo 這個是實際上線的demo 大家如果有網路可以連上去玩一看 然後sauce code也有在上面 那這邊是我Local端的code 那可以看到一樣是兩個不同的browser 然後假如我上面的做移動 左邊也是可以馬上做一些反應 那我可能要編輯這一份 比如說修改一下內容 修改一下 然後他旁邊也可以立刻做反應 那這邊可以看到其實這個反應 就是還蠻快的 然後他就是實際上我web都沒有 需要做什麼reload 可以看到他的變更 對 這樣子 那 那最後做出來我總共花多少 就是在前 在tml tml tml的部分大概寫了59行 然後 joshweb code只有寫了96行而已 所以今天我們要做到這件事情 其實就不用像前面要匯住多有的沒的事情 那我是怎麼做 就是使用meteor這個framework 那meteor這個webframework 最上面是他的官方網址 然後他是在2012年裡面 在github上面被star 就是被星星最多的javascript project 然後他的訴求就是一個realtime的webframework 然後其實相對於大家比較熟悉的一些像是reals或jingle等等webframework 他其實是蠻年輕的 他是在2011年的12月1號的時候 他才第一次有review版 然後他現在還是在不斷的改進當中 那meteor這個framework他在做的時候 他官網上面有寫有七個principle 那第一個 datum underwire 像我們傳統像是jingle或是 就是你無論是用jingle或是php或是reals 那我們在從server端傳到climate端 通常都是直接傳HTML 那或是那個如果像現在有一些用agents的方式的話 可能都是climate端跟後端要rest 就直接用rest API要data 那在meteor裡面他就是希望說 我們所有跟tamblet相關的東西 都是在climate端的javascript做 就是我們只負責傳送data到climate端就好 就好了 one language 因為大家都是前端工程師 那前端工程師大部分都是寫drascript 那所以他為了要讓大家不用多學一種語言 所以meteor這個framework他本身也是用drascript做的 那database everywhere 就是像我們如果一樣在跟傳統的wave framework比 我們可能在後端需要用一套自己的邏輯 然後包成race API給climate端使用 那meteor他就是希望說 我如果要取用同樣的資料的時候 我無論在前端跟後端 我都用一模一樣的code就可以做存取 就是可以不用說我前端需要寫一套code 然後後端又要用另外一套code 另外就是我們在webapp上面我們的反應效率很重要 所以他在latency上面有特別做一些事情 就是說如果我當我在前端有做什麼修改的時候 他會馬上做反應 那傳統webapp可能我們前端做完修改 要先去server端做一些 就是他可能要去做一些checking之後 他在前端才馬上反應 才會反應出來 那他就是希望說webapp做起來 就是看起來比較順暢一點 所以他有特地在前端的browser做一些事情 那因為他在一開始就是打算做一個realtime webapp 所以他在所有包括tambulator 包括data等等的設計裡面 都是希望可以做到reactivity 就是說我做了 當我更改了什麼東西之後 我所有東西都可以馬上直接做相對應的反應 那另外他當然他是open set project 然後他盡量不會重刻輪值 如果比如說像他的tambulator 他可能就是用人家既有已經好的東西 那他也會跟許多open source project做一些整合 那最後就是他希望就是他在API的設計 或是整個framework的project上面 都是希望說盡量的簡潔 讓大家可以很容易的就是理解整個東西在幹什麼 那現在要開始新開個meteor project 那首先安裝在Mac還有關部上面其實還蠻簡單的 就直接curlinstall.meteor.com 然後sh 下這行之後他就會自動幫你處理好一些事情 然後把整個framework裝起來 那做完之後我們就可以直接開啟一個新的專案 那開啟的方式就是meteor create 那像我因為我這trail clone我名叫trail 所以我就這樣子 那要run 那如果你們就是回去有照著玩的話 其實就在run 就是只要切換到剛剛開好的目錄 然後run meteor就可以開始 他就可以在localhost port3000那邊看到一些東西 然後就可以開始動手玩玩看 那我們create好一個project之後 他的project structure會是這個樣子 那第一個是打meteor 這個裡面它就是一個目錄 然後裡面就會放一些跟meteor一些configuration相關的東西 然後它預設就會產生三個檔案 一個是css檔一個是html檔一個是javascript檔 那css這邊應該都不用多說 那html就是我們會處理我們所要做webapp的外觀的部分 就是html的部分 那javascript的話就是 javascript就是我們app的javascript code的部分 那meteor它這個 就是它其實是它有偷偷幫你做一件事情 就是像我們雖然說這邊有要寫trail.css.html跟js 不過其實我可以在裡面 我可以把這些檔案 隨便照我自己希望的 就是希望的資料夾格式亂放 那meteor它都會去找到相對應的檔案 然後把它做compile 然後做一些memeification之後 最後再deploy出去 所以其實它在目前 它在project structure上面是比較自由的 它沒有像jango或是其他front work 一定要做一些怎麼樣的樣子 它才會找到需要的檔案 那這一點是對於一些 就是可能也是方便可能也是不便 那方便的地方就是說 我今天檔案可以照我想要的地方來亂擺 那不方便就是它目前沒有一個 特別大公認的project structure 所以在有些亂寫的時候 可能維護就會比較困難一點 那像我自己的 其實我今天如果之後有看到我扣 我這一份就不是一個很好的project structure 那trail.j 就是它的drop screen裡面它會有什麼code呢 那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它這邊有兩個if 那這兩個if就是如果我們可以看到上面是 如果它是client的話 會就是會執行下面的code 就是執行那個在client端的code 那下面就是server端的code 那我們就是基本上所有client跟server端的 我們可以寫在同樣一份jag screen裡面 然後meteor它預設就會根據這樣子去做處理 那假如不是寫在isclient跟isserver這兩個block裡面的code 那就是包括client跟server端都會drop 那一般在什麼狀況下需要這個樣子 那主要就是在data的部分 那再來跟大家講一下template大概長的樣子 那meteor它用的template是handlebar.js 那handlebar.js是一套還蠻熟的jag screen framework 那我們可以看到最上面有一個 就是它對這個template取個name叫todo 然後下面它有each helper 對於每個todo我可以傳東西進去 然後它就跑一個loop 然後下面會把每個loop的資料傳到下面card 那上面是剛剛我寫的template 那它的todo要怎麼傳進去呢 那麼我們就是在meteor.jsclient 就是在client.com的code裡面 我們透過它的helper把todo傳進去 所以我們下面可以用todo看似 我可能是原來預先寫好的data 或是meteor它從data面出來的data把它傳進去 那這邊就會自動把下面的todo跟上面做白頂 那再來就是它要處理data的部分 那meteor它預設在後端是使用mongo.db當database 那它在client端它是它有自己做一個叫做mini-mongo的東西 那mini-mongo是什麼呢 就是其實它在client端也是有做一個類似mongo.db的client的東西 那所以當我在client端做一些query的時候 我可以直接在browser端取出資料來 那meteor它其實就會偷偷做一件事 它不會當你在client端要資料的時候 所有的資料都跟後端Sever要 而是它可能會先看看說 我有沒有在browser端有catch 如果有catch的話 那我就直接從browser拿 那不然的話我才去Sever拿 這樣子我才可以做到盡量 盡可能就輸入很快 那它因為是用mongo.db 所以基本上如果對於mongo.db比較熟悉的人的話 就是它後面它的一些方法都可以用 像在這邊我們就 第一行它就先對mongo.db create一個collection 叫catch的collection 那在expire這邊我們就去尋找 因為我們要做一個類似to-do list的東西 那它有三個status to-do,doing還有done 那麼所以我們在to-do這邊 我們就要找status是to-do的 然後sort的話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 我們在trail上面 我們可以上下拉它的position 那就代表它有priority 所以在這邊我們就是 在to回資料的時候 就依據position做排序 那在serverside的話 serverside的code基本上也是一樣 類似的東西 就是我們一樣所有在 如果在mongo.db熟的人 在裡面用的那一些 像是find或是insert或是update 這些operations 我們在serverside都可以一樣做利用 所以像我們這邊的例子 就是在serverside 這邊我是做一些initial relation 就是如果我們在database裡面 沒有找到任何一份資料的話 那麼我們就insert了一份 叫做one的task 然後它是在to-do裡面 然後它是擺在第一個 那我們一個webapp 除了處理data這些東西之外 當然很重要也要處理event 就是我們比如說 點了一個東西之後 要做什麼相對的處理 那傳統的話 像我們最早很多是用drascript 用jQuery來做一些處理 那或是像一些前方 framework angry.js 它們有一些自己的處理方式 那meteor它自己當然也有 就是也有類似的方式 那因為在event handling方面 是在那一端做 所以我們也是在meteor is client裡面 做template.board 就代表說 我在border name為border這個template裡面 的event 我需要做哪些事情 那下面就是像 如果對於editor這個class 它有做click的話 那麽下面之後就接個copy function 看要做哪些事情 那再來deployment 是一個大家通常會覺得很討厭的東西 就是我一個app 就我一個不管是webservice 還是什麽 我已經寫好了 那我要怎麽樣把它擺上去 那擺上去的過程當中 大家可能需要架database 然後架ngins 架apache 然後要裝pn 然後像我們用python 或是ruby 可能還要弄一些virtual environment 然後要裝套件 這些搞得有沒的 那所以那個servile operation的人 其實都還蠻討厭做這些事情的 那meteor它目前 他們有提供就是你可以很快做deploy的方式 當你一個app寫好了 你就直接擋meteor deploy 然後後面接URL 那就可以deploy上去了 那目前在deploy上去 你還可以 就是你如果是怕說 人家 因為你其實在deploy的時候 你沒有什麽帳號密碼 就沒有什麽帳號 但在deploy的時候 你可以設定密碼 這樣子就不怕說 人家把你原來寫app的蓋掉 那如果你deploy上去之後 你想要用自己的domain name 那可能就是要去DNS裡面 用cname 指到你的domain name 那如果你自己 就是還是很想說 我不想要用它幫你做的東西 你想要自己做deployment的話 那你也可以下meteor bundle 然後後面就是看 他就會幫你把你需要的東西做bundle起來 然後根據meteor它的pagmentation 來設定相對的東西 那你其實bundle之後 你除了可以hose 還有像是有幫助server之外 你也可以像hose 引擎的配合圖上面 那目前meteor 你如果是deploy在meteor.com上面的話 目前它沒有任何限制 就是它好像沒有特別限制說 你的dialbase最大整開多大 或是concurrency最大是多少 對 那我想有一部分 是因為meteor它現在也還在發展當中 另外一個我覺得還蠻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meteor這個 framework 算是open source 不過他們在 他們那個有獲得一筆 蠻大筆的投資 好像大概1000萬美金左右吧 所以他們 那因為我已經跑一個meteor local instance 所以在這邊我可以填到mongodb 然後我對我的資料做一些修改 那這邊就是我是 先看一下說所有的 它所有data的哪些 那這邊就有列出我們 裡面mongodb所有的資料 那現在我們可以來對其中一筆做修改 好 那來改測試這一筆 那我們需要mongodb裡面的ID 好 就是你看我們對mongodb的資料做修改之後 我們上面的資料也同時會做修改 那這一部分meteor它當中都幫你處理好這一些相關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可以用meteor開發webapp的話 那基本上在做realtime的東西的時候 是可以很快就做出來的 那這邊也給大家看一下我們source code 那其實的東西需要其他code 基本上還蠻少的 那最後來做一個小結論 那我們大概可以看一下 其實meteor這個framework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而且相對之下它的code還蠻 就是我覺得蠻簡單一懂 然後documentation也寫得蠻詳細的 那所以如果要做realtime webapp 其實大家可以試試看 那不過目前它只有0. 它的版號是0.6.4.1 那所以大家看到這版號 就可能會有人問說 有人用這上部拉選 那目前是建議不要 對因為它雖然說它的比如說像是一些基本東西 像session 像是account 然後甚至一些seo 它都有一些solution可以用 但是因為大家可以想像 它當中要做到這麼realtime 就是說你一改變什麼東西 馬上就做反應 它其實當中裡面要做很多很多事情 所以目前在performance上面 其實可能會是一個issue 就是當你一個app scale大的時候 那不一定可以達到預期的效果 那還有其他就是 因為畢竟也才0.6.4.1 然後我目前發展也才一年多 所以大家可以多給一點時間 不過以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我們如果是做一些in-house tool 或是做一些prototyping的東西 或是像甚至去比hackson的時候 因為以往做realtime webapp 你需要做很多有和沒的事情 那如果有media的話 那大家又可以不用說搞這麼麻煩 可以很快做個看起來蠻帥氣的東西 那最後工商服務一下 就是我前面有講的是iCoding的那個 就是共比波格作者 那如果大家有想要投稿的話 拜託趕快來投稿 就我們很缺文章 那另外在CostCop有python.tw的攤位 那大家可以去那邊晃晃 那然後我們目前每個月 有一次台北打拍的聚會 那地點是在慶容 就是CLBC 那除了有台北打拍的聚會之外 也有Jungle Workshop 那都歡迎大家來聊聊天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 看起來 請搜 可以 可以 就是 因為基本上 Meteor它本身 它是Jungle Framework 那 如果要用Meteor配合 Angular.js的話 有人寫一套 就叫做Meteor.angular的樣子 就直接Google Meteor.angular.js 它就會幫你把一些 一些中間的彎運 就是一些 該什麼時候該推哪些資料 可以處理好 那這個樣子 我之前有稍微試一下 應該沒什麼問題 將會把一號 最好 你要選擇 解截 等於 你看 多 把